老板,你刚才和那位争执什么呀,他把你气的 哼,真气人,欠钱,还抢此夺理 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欠你什么 姑娘,你看 你看这种人啊,穿得像模像样,像个有钱的人 其实是个脱皮无赖 欠了我三两多银子,他还不还 让小的 哎,姑娘,你怎么把我自己拿走啊 老板,你别着急,那个人啊,是我的一个亲戚 他欠你的酒钱我来还 可以 你啊,把这个账单给我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只要给钱给谁都以啊 来,给 谢谢啊,谢谢 哎呀,认输,认输,认输,我认输了 刘大人 您知道您输在哪里吗 功夫不够,甘拜侠风 不对,刘大人 您学期多年,又比我年长,我看不是功力不够,而是心力不够 嗯,何为心力不够啊 刘大人,恕宋某直言啊,您下棋只拼着一地一子之间的较劲拼搏 而忘了全盘相继,全局贯通之策 那么您想啊,如果说咱们审案也是只顾一时一地,不顾其余 那会不会出现偏听偏信,以偏概全这种错误呢 不知宋某说的是否有几分道理 对对对对,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啊 哎呀,宋大人,你真是人中之英解,名不虚传 哎呀,跟你下棋啊,真有点意思,再下一半,再下一半 刘大人,这棋咱们改日在下,您现在随我去看一出好戏 看戏,在我这县城,大白天是无戏可看哪 走走走走,到那一看你就知道了,走 好啊,请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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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禅忍 可惹 怎会 我 你 你 也 好可以 油 好 听先生的话 宝儿 快叫大老爷 这是去上学啊 真乖啊 大老爷和宋大人 为我家的事忙碌着 辛苦你们了 谢谢大老爷了 说不上辛苦 不过就是没抓到 那个杀人害命的凶手 大人吃水不香 我等心里有点着急啊 我们心里也着急啊 那个凶手还没抓着吗 有没有线索了 线索倒是有了 只要找到一个 被抓破脸皮 身高体壮的男人 就可以找到凶手了 是吗 大老爷守在这 原来是抓坏人的 宝儿 咱们走吧 大老爷正在干解药的事情呢 大老爷再见 再见再见 那我们先走了 不得大哥 站这干嘛呢 一脸傻笑 没什么 那不是宝儿和娄夫人吗 咱们去看看宝儿 在哪读书好不好 看人读书 就看一眼 走 好 人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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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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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不叫 姓乃谦 教之道 跪以砖 西孟母 择灵楚 子不学 断姬柱 仁之初 姓本善 姓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姓乃谦 教之道 跪以砖 西孟母 择灵楚 子不学 断姬柱 仁之初 姓本善 姓相近 姓相近 西相远 苟不叫 姓乃谦 教之道 跪以砖 西孟母 择灵楚 择灵楚 子不学 断姬柱 断姬柱 仁之初 仁之初 姓本善 姓本善 姓相近 子不教 大人 子不教 子不教 祢 伯母 大人 我 糟了 净 你急什么呀 我 笨 老婆 你不想 马上 你们 我 果然是他 谁啊 回 宝贝 你怎么才来啊 想死我了 别急别急啊 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乎这一回啊 等过了眼下这道关 以后啊 还不是你和我说了算 不是 我想死你了 上次你来没待多一会儿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这次啊 我说什么也不让你走了 你先给我坐下 我还有话说呢 坐 我问你啊 上次给把儿买的那个 童麒麟 你是不是又买了一个 这 哦 这事 上次买那个小玩意儿的时候 那童匠死活不给我让匠 我一生气 顺手又拿了他一个 童狮子 正好 那小妮子 不是怀孕了吗 我拿童狮子 哄他 说等孩子生下来 就带这个 怎么了 生气了 怎么了你 你可是给我惹了大事了 是吗 姓宋的在枯井边捡着了铜狮子 让手下人到处再找 是吗 这回咱们可是碰到一个厉害的对手了 那姓宋的 可是赫赫有名的段玉高手 咱俩要想不出高招来 你和我全完蛋 妈的 那家伙眼还挺毒的 我这事做得挺妙的 他怎么还能看出破绽来 说得挺妙的你 连一个小姑娘 你都应付不了 让那小姑娘临死 把你这张脸都抓破了 现在城里城外都在搜查 恐怕你是 连门都不敢出了吧 妈的 打老住我 逼急了的话 拿到我捅了他 瞧你吓的 放心吧 我说 只要你不露面 把这道关过了 你和我把姓宋的骗过去 以后还愁 没好日子过吗 坐下 你也坐 这些银子拿着 回去以后 慢慢地用 银子 好好好 这事值得干 怀里揣着白花花的银子 露着我心爱的女人 将来还有房子家产 看来我是要走运了 真好 你看 我还给你带来了什么 酒 真好 咱俩是得喝几杯了 咱俩好长时间没剧了 今天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然后咱俩再好好地亲热亲热 这回真的全靠你了 你辛苦了 我得好好地敬你一杯 全靠你了 你辛苦了 木丹 别说辛苦 为了你 就是把这条命搭上 我也愿意 你在我心里 就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 牡丹花 还牡丹花呢 楼家那千金小姐 那才是你心里又鲜又嫩的花呢 前些日子你可是 就那小逆子 她动什么呀 见了面就会傻乎乎地跟你谈诗论文的 行了行了 又来了 来 喝吧 喝吧 木丹 我原生这辈子可是为你活的 为了你 我连命都能大胜 你可别光嘴上那么甜哪 木丹 我可是实话实说 有什么说什么 你想办什么我都帮你办了 你想办什么事我都帮你办成了 对对对全成了 我呀 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来吧 喝了吧 没事吧 木丹 咱们扪心自问 我原生这么多年 对你是不是一心一意 是不是人之意尽 你乐什么 木丹 你要是对我三心二意的话 别说 我原生到时候手下无情 瞧你说的 这么些年 在我心里 让我动心的 让我放心不下的 还不是你呀 你才是我的生死冤家呀 来 那你当年 干嘛跟那姓娄子走 你有钱吗 你还是喜欢有钱的男人 瞧你那熊样 又是吃醋的劲上来了吧 我就喜欢你这种吃醋的劲 我们家那老爷子他懂什么呀 你才是我心里忘不掉的呀 这么多年我还惦记着你 你还说这种没良心的话 你这么说还差不多 咱们俩合作 等过几年再把那老东西给收拾了 那楼家的财产还不全都是你的 到那时候我就可以 大摇大摆的 风风光光的进那大门 做你的称心丈夫 你可真敢想啊 你不想 行行想 天天在想 来 我怎么听着 怎么有动静啊 动静 你去看看好吗 去看看 什么动静 没人 可能是有人路过 没事啊 没事就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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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我有时间好好地陪陪你 让你高兴高兴啊 说好算话 当然了 真的 看来 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啊 对 大喜的日子 来 干 干 都喝了啊 来 来 再来一杯好吗 清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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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仪 洗礼仪 香酒灵 香酒灵 能温习 能温习 玉不浊 玉不浊 不成器 不成器 人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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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义 不知义 为人子 为人 大人 一天好像有动静 糟了 快 走 罗月外 你怎么不走啊 什么事催得这么急 走吧 小本在那边读书 你跑这干什么来了 我 这什么地方 这 这谁家院子 把门打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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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进去 走 人刚死 是福都而亡 来呀 在 把尸体抬出去 宋大人 这 这不是你娘家表弟吗 啊 前两天你说他走了 他走了 回去了 他 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这怎么回事啊 宋大人 这 怎么又死了一个呀 是啊 宋大人 他的表弟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楼园外 这事儿 恐怕得问你楼夫人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是从宝儿去读书 顺便过来看看我表弟 我看他死在房间里吓死我了 我正想回去告诉老爷 就这些 宋大人 他说他 是真的吗 龙夫人 看你这意思 是不想跟你的丈夫说实话的 你觉着事到如今 就死无对证了是吗 宋大人 我表弟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也想弄个明白啊 您不是赫赫有名的提心官吗 查凶验尸 该是您的拿说好戏 如果您有什么高招 能让那死人开口说话 住口 你这个恶毒的妇人 事到如今还想抵赖 好了 娄夫人想必是刚才受了点惊吓 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本官给你提个头 你总该记得你跟那原生 是如何设下这李戴桃江之计 又如何将那娄家十七岁的小姐 和那可怜的梁雨生 痴痴迷迷堕入情网 成为你奸济中的傀儡角色 你就不想说说 你是如何设下此计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做成功的呢 宋大人 您说的话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什么李戴桃江陷入情网 哪有什么圈套啊 我家小姐年少无知 被那心怀鬼态的梁雨生所骗 鬼泥心窍 三更半夜的 跟着姓梁的私奔他乡 士族落下枯井 死于非命 我家小姐死的真是冤啊 这事 刘大人 您在县衔 生堂 说得清清楚楚 我和老爷还有民众 都听得明明白白 您宋大人远道而来 却要 却要无中生有 鸡蛋里挑骨头 把一桶污水泼到我一个 若你子身上 我哪里得罪您了 跟我过意不去 刘大人 刘大人 您是本县的父母官 您得说句话呀 刘大人 是啊 可 可是 老爷您是知道的 那天晚上我和你一起招待客人 半步都没有离开对吗 对对对 后来一同回去休息 天亮才知道出事了 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老爷 人家官官相护 不相信我 老爷 你和我夫妻多年 你总得要信得过我啊 老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 说句公道话呀 老婆 我脑子都糊涂了 楼园外 你在外开店做生意 可能算是精明强干 但是在这后事管理内事 你可是够糊涂的呀 我怎么 你哪里知道 你那身宅大院之中 满园春色早就关不住了 你在前厅为女儿选择良婿 而她的女儿在后院 早就与其他男人暗中私通 而且怀下了孽种啊 就在她选择良婿的时候 她的女儿 却指望着跟自己相好的男人 投奔他乡 去过好日子去了 宋大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女儿和梁雨生 果真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 他们要趁夜投奔他乡 那梁雨生其貌不扬 不过是个穷酸书生 而你家小姐呢 年轻貌美心高气傲 如何能看得上她呀 那 与她相好的男人 现在在院里躺着呢 就是你这位夫人的表弟 原生啊 是她 宋大人 这怎么可能呢 出生那天晚上 我女儿和梁雨生 双双落入枯井 对呀 怎么又出了一个原生呢 就是她 她利用去后堂看望表姐的机会 频频进入后室得以小姐接触 此君乃是个情场高手 既用色相勾引又用诗信传情 便赢得了你家小姐的芳心 许以重证 宋大人 那相约投奔他乡的 落入枯井的 明明是楼家小姐 和书生梁雨生啊 是啊 这正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幸亏是有那一却蝶恋花的诗词 才使本案所有的奥秘和盘托出 迎刃而见 是花真假 刘大人 我们在楼家小姐的闺房当中 发现了一却蝶恋花的诗词 而楼院外证实 那却诗词也确实是楼家小姐心底提醒 但是诗词的内容呢 却是一个男子在月夜之下 静静思恋的情怀 由此 宋某就产生了怀疑 我看恐怕这首词 是出自于小姐之手啊 那小姐手笔可不下须眉啊 现在是小姐的手笔啊 您看您看您看 这儿还有落款跟提记 月夜偶梦 与家人相聚 甚欢竹田此词 不复此美一夜 哎 刘大人 这却词是个男人所作啊 是啊 您看啊 再有 整个笔记看上去像是一个女子的笔记 但是 这词的大意却是一个男子的情怀 您看我说的可对 言之有理 哎呀 二位大人 是谁写的 是谁做的 那个我小女被梁雨生所害 她没什么关系 宋大人 这就不必深究了吧 好好好 好 请吧 英国 私下再看看 看看床底下有什么没有 嗯 而后 又在小姐房内寻得一个火盆 只见火盆边上 有一脚未燃尽的残址 恰好写的也是词中之据 却为他人笔记 是 大人 难怪 刘大人 我说小姐如此有诗情的一个人 这闺房之中 怎么连她一件墨宝都没有 原来 都化为灰烬 而后 宋某以刘大人在狱外提审梁雨生 他将整首词朗朗送出并手写下来 笔记却又另成一体 果然 一字不差 这首词真是梁雨生所作 刘大人 不对 不对 也不像 怎么不对 大人 这首蝶炼华有上下两缺 大人刚才所淫的是上缺 还有下缺 限于中秋节前三天 好 杨雨生 这首词就算是你写的 刘大人 来 刘大人 这首词的内容固然不错 但是你看这个笔记 好像跟那天咱们在龙家小姐闺房里见到的不但一样 刘大人 本来是一男一女互宿恋情的一雀蝶恋花 怎么会非常奇怪地经过三个人的书写呢 留下三个人的笔记 不过这也将他们三个人的关系隐约地描述了一番 本案的线索突显无疑 刘大人 本官正是由于这个才断定 这是一起续谋已久的李戴桃江之计 来 二位请看 这是那天梁雨生在狱中为我们写的蝶恋花 这是那天在小姐闺房中发现的小姐亲笔写的蝶恋花 这是一张残片 还有这个 这是鹰箍花了三两多银子 从一个饭铺老板那里熟来的 原生这几日欠下的一张欠条 两位看 五香肉干的香子和暗生香的香子 是不是有笔体相近之处 宋大人说的这三个人 是楼家小姐 梁雨生 还有那个死者 袁生 对啊 楼远万 宋大人 你家身宅大院规矩很严 前后院之间隔了两道门 是不可以随便进入 是是是 那梁雨生为你家小儿开盟授课 她是在后院 并没有机会进入前院 所以她才说 她与楼家小姐只是隔墙而望 并没有见过面 也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啊 求之不得便辗转反侧 遥望生情便生情诗 痴心悦重便斗胆将这个情诗 交给了你家六岁小童帮忙 拜托这位可以进入前后院的小童做小信使 把她传递给你家小姐 以速爱慕 这 这 欲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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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器 不成器 人不学 人不学 不知意 不知意 欲不着 欲不着 不成器 不成器 人不 好 好 来 宋大人 这么说 我家小宝 成了梁语生传递情书的使者 是啊 楼院外 梁语生所有的情诗恋词 包括这却蝶恋花 都是由小宝传递的 只不过在传递过程当中 发生了重大偏差 宝儿只是把这些诗词 给了楼家小姐的贴身丫鬟秋月 而秋月呢 又将这些诗词 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或许就是那一回 楼夫人与老乡好袁生 还有被她收买的秋月 一同谋划了这一出 礼带桃江的好戏 英俊潇洒的袁生 乃是情场高手 惯于风月之势 让他扮演情种的角色 以其堂堂之帽 油滑之舌 挑逗一个年方二八 情斗初开的楼阁小姐 可以说是首到勤来 十拿九稳 说巧也是巧啊 偏于此时 不自量力的穷书生 梁雨生 居然也对小姐暗生慕义 还写来了寄情之词 且写得情意绵绵 很有几分才学 这就好比瞌睡 送来了枕头 袁生正愁度里 文末不多 写不了文邹邹 情真意切的恋词 得到梁雨生的迭恋花 即将此词抄录一遍 提上自己的幸运 如此 花花公子原生 便成了一个 饱读诗书 满腹经纶的 英俊书生 优优独播剧场 花花公子原生 好了 都下去吧 好 那好 小心点 怎么样 小姐收得蝶恋花词 春心荡漾 饮为至宝 又亲手抄录一首 提于床前 日夜诵读 如醉如痴 月暖风轻 夜无声 暗香福送 桃李枝头春 隔墙 快 宝儿 拿好了 去送给梁先生 生笛笛笛 是无情 欲满山川 楼家小姐哪里知道啊 她相中的这只炼花之蝶 并不是真正提写 蝶恋花的炼花之蝶 而那梁玉生呢 得到小姐回信之后 居然也喜出望外 以为是情有所报 有望成就一段情史佳话 于是 数月之内 前院后访之间 墙内墙外之际 阴差阳错 礼带桃江 成了一段奇怪的千古阴影 冬夫人 本官这番评述 应该与事实出入不大吧 宋大人 我表弟品行是不好 风流事也有过 这不假呀 我劝过他很多次 可是他不听话呀 他利用与丫鬟秋月之手 暗中与小姐偷情 这些事都是瞒着我干的 我是有罪过 望宋大人明察 老爷 宋大人 要说袁生 暗中引诱小姐却有可能 可他为什么 要拉上一个梁雨生呢 再说了 他从哪不能偷几十句哄哄人呢 是啊 陆院问 问得好啊 这正是本案的关键 如此说来 把梁雨生拉入这 三个人的恋情之中 为的就是后来 深夜私奔的结局 罗院外 刘大人说的丝毫不差 那袁生是个情场高手 平时以少妇小姐们调情 那是家常便饭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个阴差阳错的恋情当中 早就设计好了一个结局 而这个结局的主角 就是梁雨生与楼家小姐 可惜啊 二人死到临头 浑然不知啊 远外 你可见过此物啊 此物通常是佩戴在幼童身上 你家宝儿身上也带有这么一个玩意 宋大人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家宝儿戴的那是麒麟状的 您这是狮状的 这是从哪弄来的 这是本官在枯井旁边捡到的 刘大人 当时我就想 如果说是男女私奔的话 没有幼童 他要这个同事干什么用 是啊 所以宋大人就推测 小姐已经有孕在身 这才要验尸 正是 可惜啊 楼院外 你那十七岁的小姐 一夜账目被人蒙骗怀了身孕 而那个恶贼呢 区区用了这么个同事 便打动了她的芳心 让她心甘情愿走入陷阱 可能你那女儿临死之前 恐怕还想着去远方过好日子 憧憬着做母亲的美好希望 宋大人 我 我 我那无知无失的女儿 她死的冤枉啊 楼夫人 你对本官这番描述可有什么看法 老爷 我 回想起来啊 那天夜里我的女儿居直确实有些反常啊 她对头说自己头疼 就早早地让秋月掺着她回屋睡觉去了 那天夜里 趁着酒席上乱糟糟之际 原生已早已怀有身孕的小姐 双双避人耳目奔往后门 小姐携带包袱银钱紧随原生而行 二人行之后门不远处的废景处 原生便凶向毕露 稍后这场悲剧中的第二位人物才登场 来来来 到里面坐啊 请啊 随便啊 你们好啊 谢谢大家 来坐坐坐坐 来来来 多喝点啊 来 把杯中的酒都端起来 多喝点啊 我来来 多喝点啊 我给你们倒上酒 夫人 我实在不能再喝了 我喝了不少了 我的心会必顺着 明天还得陪小宝上课 行 慢点啊 行 我又走 来来来 接着喝 接着喝 此时 因小姐与人定亲 而心情郁闷的梁雨生 带了几分酒意回到房中 却见桌上有一张纸条 竟是小姐约她私奔 这诗意书生不禁喜出望外 急忙出房 追她那撕恋已久的小姐去 那梁雨生哪里知道啊 她积极赶赴的是 别人设计好的一个陷阱 等她到了后花园的时候 果见一人在黑暗之中等她 那么她当然认为 此人就是楼家小姐 可是刘大人 她与楼家小姐只是隔墙而望 并不认识她的容貌 再加之月色难辨真伪 所以说迷茫之中 也很容易 1 1 1